幼儿园的小朋友要用两天一夜的时间离开父母亲 学习的是打理好自己 还要学开餐厅 水牛和马骆驼 生活营一开始孩子们先到动物园和动物们零距离接触 我们就是为这个主题 父神爱大地 然后小朋友就看到那些动物 我就觉得这个动物很可爱 另外一位朋友他就会讲 这样我们就不可以乱乱来杀肉 就是杀动物我们不可以吃 然后另外一位就讲 吃肉我们要多吃蔬菜 我们要多吃蔬菜我们不可以吃肉 那这些动物都很可怜 看到他们 去动物园看到什么 老虎 他们关在哪里 龙子 他们可怜吗 可怜 叫你爱动物啊 爱 那点爱啊 不要吃肉肉 不要卡住 到着采购清单和环保购物袋 下一站来到了菜市场 孩子们仔细挑选食材 有模有样一点也不马虎 买一大利面 还有 番茄 还有 番茄酱 这样煮一场 晚餐容易吗 不容易 所以 看爸爸妈妈煮饭给你吃 辛苦辛苦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经营大爱餐厅 意买素食 为新山慈济环保教育馆的建设基金付出爱心 认真的态度 令爸爸妈妈们刮目相看 今天看到他的录影 看到他已经可以 我觉得我们蛮放心一下 可以给他捡东西 缺东西 这样子来做这个生活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 他开始已经达到 他的自己的独立性 透过护生爱大地的两天一夜生活营 实际的体验 给孩子留下美好的回忆 也触动在场每一位家长的心 大爱新闻 这下美之后马来西亚报道